歡迎大家回到 Jo and Jade 未過濾的 with Jason 然後我們今天有一個特別的 guest 來賓 他是 XBL時期 兩度的年度MVP 然後兩次總冠軍 一次得分王 跟一次的Final MVP 在XBL時期生涯達到3000分 7年的CBA經歷 拿了一次亞軍 然後在PD的時期連續三年 年度第一隊 Back to back 年度MVP 累計多達1400多分 為本土第一 代表中華隊長達18年 讓我們來歡迎 台灣名人堂級的球員 楊敬明明哥 What's up Hello 大家好 我剛才講的時候有點緊張 我怕漏掉什麼東西 而且你東西很多 我要這樣看其實蠻難看的 其實我比你還緊張 不要緊張 你們竟然還敢請我來 絕對是要請你來 兄弟啊 很多粉絲都想知道說 你大概是什麼時候接觸籃球 然後想要成為籃球員 那在你的籃球生涯 就是剛接觸籃球的時候 是兄弟姐妹影響 還是因為NBA的球員啊 或是什麼東西 或是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應該是多少有被自己哥哥影響 因為過去他也是有打籃球 然後就是因為跟他年紀有一點距離 然後就是也是會看著他 然後跟著他身邊的一些 可能跟他一起打球的朋友 對然後就會覺得籃球這種東西好像還不錯 對 對 我覺得我是這樣覺得一開始 小學的時候嗎 沒有沒有國中 你們差幾歲 六歲吧 對 然後就試著開始會跟自己的同學 開始會去鬥牛啊什麼的 對 然後就覺得好像真的還蠻好玩 籃球這東西好像蠻好玩 對就是因為你本來一開始什麼都不會 然後突然你會上籃了 上籃之後你就開始會想要再學一些其他的 對 然後就慢慢就會對籃球開始 有這個興趣跟熱忱 所以你是因為哥哥的關係 對對對 我是因為灌籃高手 在我那個年紀也是有 對啊你那個 你那時候已經有灌籃高手嗎對不對 有有有 劉川鋒 劉川敏 沒有沒有 以前沒什麼錢所以 沒辦法剪頭髮 沒辦法剪頭髮 原來是這個原因喔 所以頭髮就會留很長 我想說為什麼你要 你是真的喜歡劉川鋒 所以你才故意要留那個頭髮 原來是這個原因喔 有喜歡啦 就喜歡那個卡通啦 但真的沒有 特別喜歡誰 特別說 喜歡劉川鋒或喜歡誰 就是 對於那個卡通會 就是 會很想要一直看一直看這樣 OK 阿敏哥你第一年在台營的時候 你大概是幾歲 高中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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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那時候18歲19歲在台營 還沒18 但是你畢業的時候就先去還沒練球 應該說我 還沒畢業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大家都在找球隊 去甲族球隊去市區 那時候是甲族 OK 對對對 然後我最早是到達星 OK 然後練了一陣子 然後我記得是 隔一個禮拜就要比賽了 然後他們連我的球衣都做好了 然後我突然跟他們講說 喔我不要了 然後他們說你為什麼不打 對你為什麼不要 對然後我說我要去台營 對 他們就很錯愕 對啊 後來我選擇台營的原因是因為 達星那時候人員太多了 對 啊台營那時候是 我要進棋人那一年 但是不到兩個月吧 我們所有的 風險球員全部都要去當兵 喔 因為以前當兵是兩年嘛 OK 對 所以是兩年他們都沒辦法打球 當兵那時候有那個飛駝隊 對 就是羅勳他們可以在那邊打球 但是他們還是有兵役問題嘛 對然後那時候我就決定 好我要台營 因為一去的時候 可能一兩個月我就從替補 直接升到宣法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那個 呃上場時間比較多 可以快速就是累積我的 呃實戰經驗這樣 所以我最後選擇台營 所以這是國中畢業就直接 高中 高中 高中畢業直接打職業 那時候算 那時候不是職業 甲族算是 Amateur Amateur的League 對啊 那時候還不是SBL 那時候是幾支球隊 嗯 六支吧 六支 六七支也差不多 所以是有 那個時候也是有SBL嗎 那時候還沒有 那時候是甲族的球隊 那你像你第一年就是 你第一年就是沒有多久就站上宣法嘛 嗯 然後上面還有很多的那種學長啊 對你來說你就是這麼年輕的 就是年紀然後站上宣法跟學長一起打球 對你來說你會不會有一些壓力 或者是一些比較難以忘記的一些經驗 壓力一定會有 因為大家都會說現在的球員很幸福 對 如果在我們那個時候 可能現在一堆球員沒辦法打球 真的 真的 現在的球員真的很幸福 年輕的球員 他不管是在言語上的 對你攻擊啊 學長學弟志啊 對 那時候比較重啦 對對對 然後 那我覺得還好是因為 自己蠻幸運的 就是在那個階段其實遇到的教練 或學長 對我都還蠻好的 那時候學長是有誰啊 老一點就可能是蕭韋傑他們 OK 林玉書 OK 林群峰他們 對對對 那時候信安哥是不是也在台影 沒有沒有 他們那時候就是 直接轉去育龍隊了 OK 對 所以那時候前面 剛才前面講那幾個學長 他們就是都要準備去當兵了 對 所以 就會 對於自己的時間會有 很多 嗯嗯嗯 比較好發揮 嗯 了解 所以你打完台影是 你簽了是幾年啊 我 我記得是四年 四年 對 然後四年合約走完的時候 你有 你去台幣 對 然後你有想去別的隊還是 你只想去台幣 為什麼是簽台幣 嗯 應該說我第三年打完的時候 其實就想去 嗯 那時候也是有在談 然後因為 以前的合約方式比較不一樣嘛 你就必須要把 合約走完 走完 你才能離開嘛 對啊 然後過程中也有發生很多問題嘛 對啊 然後後來就是 台影四年結束了 剛好就是自有球員那 嗯 我就加入台幣嘛 對啊 啊台幣那時候說真的他的 可能 他的人員啊 還有他的薪資上 嗯 確實會 比台英來的高啦 但台影不是可以當行員嗎 對啊 你沒有想過要當行員 我那時候真的 你也說是 你也可以在銀行員工作 對 對 很多玩家有第二次工作 是在銀行 對 但我那時候真的沒有想要到 嗯 因為我很清楚我自己的個性 漂亮 我可能真的沒辦法 坐在那邊 在那邊說 欸 歡迎光臨 請問你今天知道匯款還是轉帳 我可能 應該會很累吧 一直練球 然後沒練的時候就去 對啊 而且以明哥 明哥個性的話 他如果來辦超過一定時間 然後說 媽你到底要幹嘛 哈哈 快點快點 等一下要練球 你到底在幹嘛 你現在要辦 你今天要辦什麼東西啦 沒有啦 因為那時候前面 也看到其他隊的學長 嗯 比如說 達星有磊哥 有志豐 然後台幣有 那時候有手陣 有四年 智傑 他們都是 就是 每年都一直不斷的進步 對 然後相對他們的待遇 心質也都不斷的成長 嗯 那當然就會想要去追隨他們 嗯 所以就是 不會有想要留在 台銀去去打球 或者說 以後保障我的工作 進入 公司進入 進去當行員 所以我覺得 因為我那時候在看你們打球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好像是高中吧 嗯 就是有在關注 然後那時候就是 就是已經基本上是台銀的一哥 然後你走到台啤的時候 我就覺得 嗯 你怎麼會想要去台啤 因為台啤已經有捷歌 就是像你說很多 人 你可能上了時間 就是或者是角色 你一開始到那邊的時候 可能會比較 呃 不清楚 但你在你在台影就是一哥 基本上你就是 想幹嘛就幹嘛 也沒有想幹嘛就幹嘛 你沒有嗎 沒有 前面還是有學長 還是有學長 對 所以就是 呃 第一個就想要讓自己更進步 然後看看自己到底還能學多少東西 所以才會決定離開台銀這樣 對 所以你去台啤是簽幾年 我記得那時候也是三年 然後後來 最後又簽了兩年 總共大概五年嘛 然後你第一年去就是拿冠軍 對 就是台啤的 二連霸 OK 對 你們那個時候是 I mean 如果你第一 第一年去拿冠軍 那你們的球隊很強啊 沒有啦 第一年那時候我還在台 就是台啤拿冠軍的時候 是第四季嘛 嗯 我還在台啤拿 我說你的第一年在台啤啊 喔對對對 就拿冠軍 我是跟戴豪去的 嗯 對我是跟戴豪一起轉隊過去 那你一開始想要去那邊的那種初衷 基本上你就已經有達到了 因為你兩個總冠軍跟一個Final MVP都是在台啤時期拿到 對 就是你其實是有變得更好 然後更成熟嗎 對 應該是說他們那邊的球員本來 嗯 不論技術或者經驗 都非常的足夠嘛 對 然後去那邊當然就是可以 跟他們一起打球 然後也可以 增加自己的 這些不管是技術上或者實戰的經驗 好 對 嗯 那你最後怎麼會就是 選擇要去CBA 你有參加CBA選秀嗎 那時候是不用參加選秀嗎 我們那時候不用 喔 那你在CBA打過五個球隊 就是 對你來說 就是你有沒有覺得很難去找到一個適合自己的球隊 因為 就是我也打過CBA 就是我們會知道 就是 挑戰CBA其實不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嗯 然後 就是就像我剛剛說 你有 你也在CBA有進入冠軍賽 但是你最後就是沒有拿到 嗯 然後你要不要就是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就是你在CBA就是征戰跟挑戰的這段時光 跟這些其實遇到的事情 嗯 真的蠻好玩的啊 這七年 因為第一個他的隊伍多嘛 嗯 然後再來就是 你那時候是幾隊 嗯 我第一年去的時候好像記得是16隊 喔16隊 我那時候打的時候是20隊 沒有吧 那時候是 四川 你加入的時候是18吧 20吧 20嗎 20嗎 對 反正我記得 應該16或18吧 好啦好啦 差不多18 18、20、16差不多啦 對啦 都雙數啦OK 然後因為你 每週的對戰組合不一樣嘛 嗯 然後其實 你會比較興奮 然後就是重點是 你又可以搭飛機去不同的城市 城市看看 然後去 就是體驗他們的生活啊 文化啊等等 對對對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嗯 CBA他確實一個 他是一個 不是說你球打得好 嗯 你就可以在那邊站穩 對 你的地位 又會很多因素 對 還有非常多就是 不是你可以想像的因素 也很多不是你可以控制的 對所以 就是大家都覺得去打CBA其實很 就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但是不是那麼簡單 有時候就像敏哥說的 不是 你實力夠 對 就可以待在那邊 對我記得我第一件事 我問傑哥的時候 傑哥的時候 我說欸 去CBA有沒有要注意什麼 他說 你除了就是 做好你的事情 嗯 最重要就是做人這一塊 哈哈哈哈 做人這一塊 對做人這一塊 欸傑哥講的很實在啊 對 真的很實在 因為早期那個 那個時期我們去其實 多少還是會有一點那個排外 對 確實會排外 因為我去第一年的時候 我就遇到這樣的事情 對 然後在這個事情是在比賽當中 嗯 你說對方的球員嗎 還是 我們自己球隊的球員 對 你說排外就是 呃 What is that kind of like 就是把他就是 沒有把他當成 自己人 自己隊友 自己球隊 雖然是在同一隊打球 你那時候是在什麼隊的時候 3C 喔3C 因為我們是 台灣過去的嘛 嗯 對啊 然後 呃 我記得那一場是 還打得不錯 嗯 然後後來 球隊也贏了 嗯 然後比完賽回到 宿舍 然後就是大家也是弄一弄 然後準備吃飯幹嘛的 嗯 然後吃完飯要走回那個宿 那個宿舍的時候 嗯 然後就有聽到 聽到兩個就是 內地球員 嗯 你可以自己投啊 你幹嘛一定要 要傳給那個 台灣球員呢 嗯 你可以自己幹嘛 什麼什麼的 反正就是講得很直接啦 對 然後因為剛好我們從我們的食堂 要走到那個宿舍 嗯 他是大概有差不多 七八十公尺距離 嗯 但那個中間是沒有路燈的 嗯 對 然後我就也是這樣跟著走 嗯 走著走著聽到我就覺得 喔我的背好多刀 那你會覺得 你會覺得 就是心情沉重 或者是覺得無奈嗎 因為畢竟大家都是隊友 然後出現這個狀況的時候 特別是你們上著場 就是大家一起奮鬥嗎 多少還是會啦 多少 但是後來你就是 聽 傑哥講的嘛 就是 就是有些東西是你被 沒辦法去控制 對 然後如果遇到這種情景 你就當作沒有發生過 也當作是一種學習啊 對啊 就是你就 在球隊你就一樣做好你自己 練好你的球 打好你的比賽這樣 呵呵 就像是敏哥說的 就是你可以到不同的城市 那真的是蠻酷的 就是你可能在 四川啊 或是在北京啊 就是那時候可能很熱啊 然後你突然到新疆的時候就哇 到東北 對 東北超級無敵冷 那時候到東北的時候 Snowing Snowing It's like freaking cold 超級冷 然後下雪 然後你是房間 你是一直要開暖氣 幫你沒辦法睡覺 但是暖氣開太多的時候 你會覺得很難呼吸 對不對 文化不同 球迷的那個反應也很不同 就是南方跟北方 對 南方就可能 會有點像我們台灣這樣 對 就是 比較熱情 害羞啦 喔害羞 是害羞 我們台灣很害羞 誰可以熱情呢 我覺得蠻熱情的 那是因為這幾年 籃球慢慢起來 所以 然後 早期的球迷 確實在南方是比較害羞 北方就是 球員只要巴士一到 就開始罵 然後前面不是球員會熱身嗎 他們知道你是台灣球員 我被罵過最難聽的時候 你他媽的死老百姓滾回台灣吧 你給我滾回台灣吧 然後就 然後就 我滾的話滾不了回台灣 我一定要搭飛機才滾回去 那時候 我沒有辦法 那時候就當作沒聽到 你就也是很專心打球就好 那你會懷念就是 當年在CBA打球的那些時光嗎 會啊絕對會啊 會 對啊 雖然說有時候會遇到一些 挫折的事情 挫折或者說奇奇怪怪的事情 但是那個 我覺得現在回想起來 其實也是一種經歷啦 因為如果你沒有真的去體驗 去到那邊 你可能一輩子不會有這樣的事情 OK 所以我也覺得很棒 對 不管是好的或是壞的都一樣 對 就算是一個不錯的經驗 對啊 那你覺得CBA跟 嗯 說現在台灣的 的水平差很多嗎 你說現在的CBA跟現在台灣 沒有就你打的CBA 跟現在台灣P League 我那時候打的身體接觸比較多 嗯 對 他們 真的 打一場球 就感覺有點像我們現在打東超這樣 嗯 然後甚至比東超再 更強 更身體接觸一點 對 然後強度更強 然後更火爆 對 但是你會覺得很好玩 然後也學到很多東西 嗯 對啊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 呃 在這個部分你 你體驗到 然後你就會 一直想要不斷的 把自己的身體練得更好 嗯 更壯或什麼的 嗯 因為你才能去跟他們做更多對抗或什麼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經驗也是很難得的 你在CBA 平均最多分的一年 那一年是多少 大概也14初吧 14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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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新疆那一年跟 呃 北控的時候 北控有一年 啊 對 那你那時候新疆 就是 冠進冠亞軍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就是其實是 有機會可以拿下 因為那時候新疆其實都還蠻強的 他們一直是基歐賽的常客 對 他們一直都是千年老二嘛 嗯 對 然後 對對對千年老二 因為我去也 我也才知道 新疆 他是一個傳統的 強隊 啊我還沒去之前我真的完全也不知道 嗯 其實我去了那一年 呃 其實我們的人員非常的不好 嗯 對 然後球隊其實 自己 有 基本有一個 呃 基本有一個底啦 嗯 嗯 說可能 打進四強就好了 或者說 哦 前前五名前六名就好了 嗯 對但是 我覺得那一年 會讓我 就是 很感動是因為 雖然我們人 人員 並不是那麼好 嗯 但是我們超團結的 嗯 對 對 我在CBA七年 新疆是最讓我 就是 呃 回憶最多 然後也非常感動 嗯 像你說要找到一個 就是團結的球隊 就是在這個氛圍裡面 在CBA其實是沒有到很簡單 嗯 就是這種東西 不是你說 喔我教我哪個 我要去哪個球隊 就馬上有這種氛圍 嗯 對所以像你說的就是 呃 算是 是很特別 因為我自己其實在CBA沒有帶到 哈哈 就是這 那兩年就是我會覺得 有點那種 被孤立的那種感覺 孤立是 Isolate 你去了球隊 所以比較 欸你有帶過四川啊 你有帶過嗎 沒有啦 那是小鼎啦 喔OKOKOK 那是鼎哥 OK 對啊 酷 OK 所以 打完CBA你就選擇回台灣 然後 你簽了夢想家 嗯 ABL那個時候 對 你為什麼 會選夢想家 然後 也為什麼會選ABL 不是那個時候的SBL 呃 那時候其實也很簡單啦 就是 覺得因為 夢想家打ABL 就 感覺有點像CBA的概念 嗯 對所以我會覺得 呃 可能在這個 模式上面 不需要去花太多的時間去適應 嗯 對所以我就是 直接選擇嘛 對啊 欸那時候敏哥你是先加入 然後我才進來 是嗎 是我先叫 是你爸 是我嗎 我們兩個好像一起啦 差不多時間 對啊 那時候跟敏哥在 也在冒好家 打了半個賽季 半個賽季 因為那個疫情 對 但我是覺得 蠻可惜的 那時候其實我們 痾狀況很好 那時候我們再往上 往上爬 對 對啊 前面輸幾場之後 然後 整個白光 因為那個時候是Tucker跟Jaren 沒有沒有沒有 那一開始是另外的一個小老歪 就是一直很會幹分的 很矮的 對對對 GN嗎 對對對 King Yeah 現在好像在那個嘛 那現在 好像在CBA一個球隊 真的假的 那他蠻適合CBA的 對啊 他的球風就是一個 一直單打啊 然後得分 他得分能力是完全沒有話講的 對 所以是他跟誰 那個時候你們 呃李恩 李恩 對 McMorrow 以前有在台灣 在台灣待過很多 我知道 我知道 他之前在Foo One 喔 應該只是他們兩個 對 OK 我們那時候戰績不好 就是他們兩個 李恩也算是一個蠻酷的 一個蠻酷的球員 對 他是很 就很 不知識的球員啊 他是會球隊好 對 但是我覺得他有時候在練習的時候 是蠻好笑 他常常就是我們可能在跑戰術 因為跑戰術你沒有人手 基本上你那種上籃都會進嘛 但他是有點難有手 他就是跑上籃的時候 然後他就是 上籃或是拋射沒進 耶 沒進然後可能大家旁邊的人會 就是靠到他一下 然後他就自己講一句說 喔 Opens rebound 他就說 Opens rebound 然後突破也 然後你就想說 你不要在那邊給自己找台階下 你就是 就是投不進你不要在那邊給自己找台階下 嗯 OK 所以是 你第二年在夢想家才有Tucker跟Jaren 沒有 那個時候 那時候 ABL就有了 我們是到ABL 你們是換嗎 對換掉 那時候換了Tucker跟Jaren 我們的戰績開始變好 OKOKOK 對 所以疫情hit 然後 第二年終先回到富邦 因為 我們已經講過的事情 嗯 然後你第二年有Tucker跟Jaren 對 然後只有他們兩個嗎 還是還有 還有 還有哪個啊 沒有我說洋將 洋將 還有一個 也是四號位 有點像Jaren那種類型的 是那個 Jordan嗎 不是不是不是 Galass 不是不是不是 我記得 可是我想不起來 我想不起來那個 有點像 他像一個三號 有點像夢想家 那個 Boy現在的那個 打法 哇 不是那你們球隊 你怎麼會忘記了 像我們接不起來就算了 那不是你們球隊的嗎 不是那個也過很久了 那過很久 對 好啦沒事啦想不起來就算了 反正 你們打到 那個時候我在富邦跟Jad 你們打到冠軍賽對我們 然後我們 結束的是3比1 對 可是我們那個時候 的富邦是很強 我們有結個 然後Jad那年是MVP 頂個Winston Wall 你覺得那年 你們你們真的有機會 可以打敗我們嗎 如果杰倫沒有出狀況的話 我覺得至少還有 有的有的拼 有的拼 真的有的拼 因為他那時候 他的打法跟類型 確實是就有點 在台灣 無雙 比較少見的 外援球員 而且特別是他防守很好 就是兩方面都會打 非常平 對 進攻好防守也很好 所以那時候富邦其實 要守他也不知道用什麼策略 對 因為如果用本土守他 他就可以用過的 如果老外去守他的話 他可能比較快 對 對 那時候我們的Matchas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應該是Mike 對啊 就是變成Jaren去守Mike 對 然後Mike守他也不容易 因為他 因為Mike沒有 不是很快的球員 對 但Jaren很快 對 他很快 然後又很能跳 沒有我記得Roger的Scalting 就是如果Jaren說 你不要用球 哈哈 對 要包裝好 他會超巧 對對對 好像有好像有 對我們後來 到後面幾場的時候 就是 叫他去守 中線 對我知道 冠軍賽的時候 去壓破你 對對對 然後後來我記得有一場 很好笑 變成傑哥去運球 哈哈 然後那時候 我記得那時候是 傑哥到38吧 那時候你會看到一個很奇怪的 我記得他那個時候 我們在練球 可能Scalting 然後練球 傑哥說 為什麼我在打1號 所以我從來 我整個生涯 沒有打1號過 沒有打1號過 那時候只是要他把球帶進 對 半場 因為Jaren守他 所以就這樣 不想他帶啊 壓力真的是蠻大 因為Jaren他 他出得很快 他的體能太好了 對 他就是 打體能球 打體能球 而且特別是你就算你過他了 也不代表你真的過他 對 因為他很會 從後面就 他很會打 對 而且那個 時期大概真的只有 只有他敢做這種事情 對 以封建球員來說沒錯 對 連其他老外大中風都不敢做這個 就只有他 對啊 對啊 是蠻可惜的 那時候如果他沒有出狀況 他沒有就是自己的一些心理上的問題 我覺得他會在台灣打很久 因為他真的是一個很棒的一個 沒有啊 耶 第一年 我知道本來啊 本來啊 對我 後來會提到啦 然後隔年你就跟新北國王簽了那個2加1的合約嘛 那在簽約之前有跟其他球隊跟你接觸過嗎 或者是什麼原因讓你決定跟國王簽約 是跟夢想家有什麼發生什麼關係嗎 有啦 當然有其他球隊找 那當然 就是 第一個優先還是會先跟夢想家去談戏約的部分嘛 對 那當然就是可能在 呃 某些東西上面 嗯 大家沒有打到共識 嗯 欠嗎 某些東西就是 就是不方便說啊 一定也會有嘛 我問的比較直 不是一定也會有 OKOK 對啊 嗯 因為 球員這麼努力其實 就是為了要振他幾年前嘛 是嗎 對 這是一個肯定 對啊 然後當然就是在 還有其他方面可能就是 沒有打到共識啊 嗯 然後其實那時候我記得最 還沒有 呃 還不知道有國王這個球隊 嗯 對 然後後來是 在跟夢想家談了 大概一陣子之後 然後 才有新聞說 喔 今年要加入兩支球隊嘛 嗯 對啊 然後國王剛好 他們找了住家 第一個也是思念嘛 嗯 對啊 然後就跟思念也是聊了很多 然後跟 毛毛 嗯 他們也是聊了很多 然後就是也跟 我老婆他們討論嘛 嗯 我老婆絕對是第一個 新北 新北 新東 你家是不是離那邊很近啊 很近啊 超近 五分鐘 五分鐘 你說走路嗎還是要開車 開車五分鐘內一定 不是那個宿舍就在你對面 對啊 現在球 現在球隊有一個宿舍 嗯 最早的宿舍就在我家鞋對面 喔 鞋對面一動 那你宿舍你沒有有房間嗎 沒有 沒有我的 沒有你的 對 可能之後會有啦 對啊你OK啊 你哪個房間拿來置物啊 沒有那都是給其他球員嘛 OK OK 所以你 加入國王的時候 你們那年 開賽很強 你們那個時候 Thomas Walsh 嗯 嗯 然後那個 那個後衛 那個後衛的名字是什麼 你又忘記是誰 Liggins 喔對Liggins 他也是防守很強 Liggins你記得嗎 敏哥 我的隊友嗎 對啊 我在講你的隊友 Liggins 他媽是小火車跟Liggins 就是Kenny的另外版本啊 真的 以防守為主啊 我只能在那邊說 就是你跟敏哥當過隊友了 你要就是 隨時被忘掉那種準備 OK Anyway 我第一年的隊友 對啊 我們都記得 你不記得 你第一年國王的隊友 他喜歡戴那個腿套 戴那個小腿 兩個 喔是嗎 哇 只能說湯瑪是能力太好 我只記得他 嗯 所以你 加入國王的時候 你們那年 開賽很強 可是就 出了狀況 然後你們就 立行賽第四名 嗯 嗯 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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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狀況 對你們來說 怎麼 怎麼發生啊 因為大家沒有想到 你們會到第四 大家應該覺得 因為大家沒有 而且一開始大家都 笑 嗯 他們都覺得他不厲害 好 可是他們確實就是帶很多幫助 嗯 應該說我們第一年 那時候 那時候是第一年成立的球隊 那人員上面 確實沒有其他隊來的那麼 完整 對 對 然後隊友 嗯 雖然說 也是有幾個中生代 過去經驗也是 蠻好的 那畢竟他們可能那時候都是在SBO 嗯 然後你要一下子 直接跳到 真正的職業 嗯 那其實 對於他們可能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嗯 對啊 那我覺得剛開賽可能大家也太興奮了吧 嗯 對啊 因為畢竟真的就是一個 都是新的 都是新的球員 嗯 然後其實那時候你說像富邦 或者可能孟想家 新竹什麼 可能對我們也不了解 嗯 所以可能在前面幾張我們會打得比較自由 可能比較順 嗯 對 然後等大家可能抓到我們的一些 呃 技巧的話 可能就是會限制我們很多東西嘛 嗯 對啊 那到後面確實 蠻可惜啦 因為湯瑪士的受傷嘛 嗯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們的本土 並沒有什麼特別優秀的常人 嗯 不管是身材啊或者是經驗上 確實都是跟其他隊有一些露差 然後特別有我們有少的湯瑪士這個 可以幫我們護框 也可以幫助其他球員去做到更多的事情 而且他外線其實還不錯 對啊 他是受傷之後換來的就是那個白人 哦對 嗯 所以你們 對 你們是有 然後白人 跟那個 嗯 嗯 對我覺得 就是他的受傷其實帶給球隊很大的傷害 是啊 對啊 其實那時候球隊也打得很好 嗯 但是你最終的比賽你還是 沒有辦法讓他送走 還是輸啊 嗯 所以你名次就開始往往往下掉 嗯 對啊 對啊 那你們第一輪對到工程師 嗯 布拉 然後他們是已經回來了 對 健康 嗯 然後你們就0比2在新竹輸了兩場 對 然後回到新 新 新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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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竹你們覺得那個時候你們的球隊的氛圍怎麼樣 你們真的是有相信你們會可以贏嗎 其實可以啦 就是其實大家也是雖然說前面兩場輸掉 然後其實回到新竹的時候 大家也是就是特別的興奮 嗯 真的假的 通常那個時候壓力應該會很大 因為你已經被聽牌了 對啊 對啊 所以說 如果假設輸掉了 嗯 那我們就結束了 嗯 提早放假所以也可以興奮 這是最後的結果跟想法 嗯 沒有別的選擇 對 還沒有發生之前 那大家就說 為什麼大家不一起拼啊 嗯 對啊 然後拼下來也是 後來也是主場2比1拿下 你那時候就是開會嗎 幾個大家 因為你算是球隊最資深的嗎 其實我覺得 我記得那時候好像也沒有開會 因為大家也知道了 如果再輸一場我們就結束了 嗯 所以可能大家那時候 不管是心態上或什麼 就是大家都好像準備好了 也是啊 還是Ryan有說 說一些什麼 可是你聽不到所以你算了 哈哈哈 也許他有說 哈哈哈 他可能 他可能是對其他球員說 漂亮 他有時候說的時候對全隊員說 不代表是 對你說這樣 你可能在旁邊發的 沒有 我的位置都一直是那個 沒有 沒有動過 對啊 他正常都會在那個 不會 就是那個白板那邊這樣 嗯 他可能是這樣子飄 然後就這樣跳過 哈哈哈 跳過你是不是 對 應該沒有太正眼的看過 了解 所以結果就是3比2 3比2 那你覺得為什麼會輸掉 因為你們其實有幾乎 很可惜 我覺得很可惜啦 因為剛好那時候確實也是疫情 算是蠻嚴重的 嗯 對 對 那確實 嗯 就是 有 陸續有人 有傷害到球員啦 對啊 所以 球員在可能不好的狀態之下 你不可能百分之百投入 嗯 對啊 所以我覺得 就是也很可惜啦 對啊 那我覺得 絕對是有機會 絕對有機會啊 對啊 因為你在主場已經 連續兩場贏了 那個氣勢 對啊 那個氣勢都起來了 然後下去 BOOM 而且我記得那個時候 Q打得非常好 Q 對 他還沒 就從體能那些的 還可以耶 還沒有那麼老的時候 對 對 22年到23年的時候 也就是去年 嗯 就是你國王的第一年的後一年 然後國王用三個球員 三位球員 然後交易到 蘇維 嗯 就你對於這個交易 你有什麼看法 看法 看法 對啊 或者是你會覺得就是 你們是這個交易的贏家嗎 還是你會覺得是富邦財經營家 如果你 現在這樣推算的話 我們絕對是最大贏家 我們絕對是最大贏家 沒有啦 就是那時候 我也不清楚 球隊的 就是做法嘛 然後 你有聽到這個 大概這個交易的 我知道說蘇維會來 嗯 但是不知道誰會去 對 但是我不知道說 會用三個球員去換他 嗯 哇 可以耶 你以為 你以為就是一個 就一個 一個一萬一這樣 沒有正常我想說應該 基本兩個啦 兩個 對 也不是真的三個 就是兩個加一個那個 選秀 就會變成三個 就是那個一個就是一個 一個選秀 那時候我知道蘇維要來 對 然後因為確實我們在 這個人員上面 確實就是沒有那麼的玩 完整嘛 嗯 所以我們需要一個集戰力嘛 是 對啊 所以那時候你 你只能透過交易 去找到 現有最好的集戰力 來幫助球隊 然後可能在 之後再透過選秀嘛 對啊 所以 那就是在 呃去年嘛 因為你在前11場 基本上是用 班洋將 就只有給你一個 嗯 但是你們 那時候大家都覺得啊 班洋將輕鬆 而且也不是中鋒 對 不是中鋒 應該你們戰機會往下掉 就是你你會覺得是 什麼樣 呃 可以讓你們有這麼好的表現 在單陽這樣的情況下 呃 我覺得 可以給大家幫助很 很大吧 嗯 因為過去大家也沒有接觸過 沒跟他一起打過去 對 所以你會不知道他到底是 只有ABL啊 他在ABL 對 但是你不知道他 能帶給 大家 什麼樣的東西 嗯 但是經過那幾場你會發現 原來有老外這麼願意放手 哈哈哈哈 對啊 對 那是我看過結論以外 最願意放手的球員 嗯 對 就是在台灣啊 對 所以我覺得喔 因為當時你說 他的防守能力那麼強 然後再加上他的進攻 他的進攻 你說那時候只有一個老外 本土要去守他根本 守不住 根本守不住 這其實是蠻 蠻難得的 找到一個洋將 願意防守 願意去 做那麼多事情 對 去做 就是 很多苦工 因為防守其實是一個很累的事情 但是他是屬於那種 他願意上去 壓迫 他願意去守 對方的主將 主將 對 就像他對到我們就是守Mike 嗯 對啊 我想問一個問題 你們在CBA 從來沒有碰過 防守洋將嗎 對 沒有 沒有 全都砍降 他們不防守 砍降 就是專門來得分 刷數據 他們打不好的時候 大概就平均35分 36 打得好的時候 大概就平均48分 那時候那個 艾夫伯 他在四川 他場均30幾分 他還有單場 37 30多 他還有 他還有單場50多分 然後他單場50多分 已經夠扯了 對面那個單場70分 感覺他們 沒有 感覺他們老外 好像都有講好對不對 真的 不是因為 CBA他的那個比賽時間是 246跟 35日 假設禮拜二的比賽 不如說 某某隊老外 可能砍51分 然後隔天禮拜三 你大概晚上9點多 在看那個新聞說 你會說 真的假的 昨天一個51 今天一個64 那真的是很扯 對 那個艾夫伯得50幾分 然後對方 對方那個得70分 他得70分 而且還最後還贏 還投進那個 巴澤比特 那個真的超扯 他是那個 東 東莞的一個 矮控球 忘記叫什麼名字 他就是很愛拋頭 他那個拋頭基本上 那場球應該進得代表 二三十顆拋頭 超扯的 那同時就是你在去年又獲得就是年度MVP 然後其實你們對上蘇偉也是一個MVP的大熱門 然後有些人會覺得說 蘇偉應該得到MVP 但最後是你得到 你覺得 因為你自己也有在那個媒體上面就是說你可能 蘇偉其實也有也值得這個MVP 那你對於就是殘年年度MVP有什麼想法 然後對於就是蘇偉沒有贏得他人生生涯的第一個MVP 也有什麼就是想法 去年我真的沒有想過 但在後期的時候其實我有跟他說過 我覺得會是他 真的 因為你 他去年來到球隊 他對於球隊的貢獻 那其實大家也知道 有些是數據上沒辦法呈現 對 然後再加上 球隊的戰績也打得非常好 對 然後其實那時候 其實我覺得那時候我跟第一年的那個 狀態其實有點落差 對 所以我會覺得真的一位都會 就是MVP會是他 你那個第一年那個太扯了 20級 對啊 本土長軍20分 而且是有雙陽架的那種情況下 你那個真的太扯了 你那不是有落差 你那個就是根本就是一個爆量的那種演出 只能說那時候我的隊友太好了 太好 太那時候真的狀況好 那沒話說 那時候場經20級分那個MVP 那我真的以為會是他 真的 那時候我對於這個獎項 因為我第一年拿過了嘛 所以我覺得 就是 想要再拿更不一樣的東西 哇 跟我想的一樣 對 所以就是 不是說對這個沒有太大的興趣 就是說 因為你已經努力過 然後你也得到回報了 對 然後你想要再拿到更不一樣的東西 就是你下一戰 你會覺得你想要拿總冠軍 對 然後但是 但是我真的 以為 一直就是 球迷都會投給蘇維 我覺得 然後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 怎麼會 怎麼會 對 但是你應該還算是開心了吧 因為畢竟 你是 例子上第一個 霹靂 Bat to Bat 連兩屆MVP 會開心啦 但是就是 不會再像 第一次拿的時候 這麼新鮮 對 那麼就是 就是那麼的興奮或什麼 對 就像是你這一次 竟然錄Podcast很興奮 但是如果你第二次再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 又要再錄一次 就不會這麼興奮 這個節目我一直會 你會持續的興奮就對了 這裡講的話都是真的 未過敏 未過敏 OK 就是在冠軍上你這張富邦嗎 就是國王的陣容 就是有年度的洋將 Byron 然後年度的MVP 然後也有蘇維 然後還有Kenny 就是 防守 然後 就是但是球隊 最後還是以4比2 2比4 2比4 我們4啦 所以我想說4比2 對啦你們4 就是你們4 就是 輸給富邦嗎 但你覺得 就是什麼事情 導致最後無法就是 贏得冠軍 因為那年其實大家都覺得 你們會拿冠軍 就是有一度我也覺得 對到你們應該打不贏你們 對 我也覺得我們一定會 嗯 但最後結果沒有 對 但我覺得打完第一場之後 嗯 你們開始對我們的陣容 嗯 還有我們想要做什麼 好像你們都非常的了解 嗯 所以導致就是我們在這個方面 遇到問題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 及時的去做出 謝謝 回應 嗯 然後反而會讓你們一直用同樣的方式 一直去對付我們 對 然後直到我們 2比1落後 嗯 然後2比2追平 對 然後再追平2比2 然後我們才有 意識到 我們在 我們不能再這樣子 嗯 所以這樣我們到時候可能 3比1落後就 應該就沒氣了 嗯 對啊 那我覺得就是可能 呃 在 秋王上的一些 決定啊 決策啊 然後可能我們 來的沒有 像富邦來的 你說我們 就是放兩大的陣容 然後你們沒有辦法就是 即時的給出一些解決的方法嗎 對 都有啦 都有很多 對啊 像你們後面 也找傑哥來守我 沒錯 對啊 只有傑哥可以把你 對 守得住你 只有傑哥可以制得住你 不然你太活躍了 抓不住你 只有他有夠粗啦 對啊 因為 那是你現在跟我同隊 他 他常常是要練球 有時候 我看到他的時候 我想單打他 嗯 然後有時候不是 投不進啊 或者說 球被他抄了啊 或者蓋火鍋 他就會很興奮 很 非常興奮 然後你就要lowpo教訓他 沒有沒有 那個就是都有做 不管是lowpo 或者是從外圍 想要進攻他 反正就是他得力 他守住 嗯 他就會走到我旁邊說 你看嘛 我手領都得不了分 所以我在富邦的時候 你都得不了分 沒有 因為在富邦 I never guard him right It's just only a couple times 可是那個couple times 其實你都得理 他都被 都沒有打進 那個進攻犯規 他最 記的最清楚就是 第一年那個嘛 我要打你lowpo那個 然後後來被吹 進攻犯規 對 他記到現在 記仇啊 一定要 那你就是 今年嘛 因為你發生一些事情 就是被禁賽俗場 那可想而知 你是之後回到場上 就是你會開始 不管是對球迷 就是面對球迷的一些虛聲啊 或者是他們做一些 大自爆啊 然後一些 呃 瘋狂的舉動 嗯 對你對這些會不會 就是 在意 對在意 因為像我的話 其實我那時候 大麻事件 剛回到場上的時候 我是有點 我不會說害怕 但是我會有點開始 在意別人的眼光 嗯 怎麼樣去看我在球場上 對啊 我覺得我不會 對啊 因為 呃 事情發生了嘛 嗯 那聯盟也做出了 懲處了嘛 對 對啊 那你就是 整個面對嘛 是 然後你就 呃 就像 現在第十四場了 嗯 然後這禮拜可以 正常的出賽嘛 哎唷 是這禮拜嗎 對 對 對 我們有背後的背後 但他可以在 禮拜天 禮拜天的比賽 你出賽那場 對他 你第一場是對誰 出賽一場 哦第一場他們打 夢想家 然後第二場是鋼鐵人 所以你兩場都會打 沒有啦 沒有啦 我只能打 鋼鐵人打第二場 對 對 他四十場還還要背 競賽一場 哈哈 所以是 第一國王的第十六場比賽 對對對 其實我覺得 我不會在意啦 因為 呃 應該是說 我覺得 過去我本來就是 不會去 看所有 呃 不管是外界的報導 或者是 對我好跟壞的評論 其實我不會去看那些東西 對 因為我很清楚就是 我看那些東西其實對我來說 對我一點幫助都沒有 嗯 對啊 那雖然說有 會有喜歡你的球迷 嗯 那 那我覺得 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在球場上 做出最好的表現 去回應給他們就好了 對啊 那至於 呃 可能你說會有其他球迷 會說出不好的 言論 或者怎麼樣 我覺得那是他們的自由 對 對 因為每個人本來就有自由 呃 發聲的自由嘛 發聲的自由 對 你不能去 去對他去做什麼 沒有辦法控制他們說什麼 對啊 那我覺得你就是 專心在球場上就好了 對 因為我的工作是 打球 打球 我只要 在這個框框裡面 做好我的本分就好 嗯 但通常就是回到球場 球場上就像你說 回到這個框框 對我們球員來說 是一個必功港 就是你會很專注 你會很專注 在球場上的東西 你反而不會去 在意場上的東西 對 特別是你進入那個狀況之後 對啊 所以才會有我那時候就是 可能唱那個 對方的教練 或唱那個 對方的球迷 因為就是很享受 當下的那種狀況 即便他們一直虛我 我就覺得感到超爽 就是要用表現 讓他們閉嘴 你那時候也有 你那時候回那個富邦的時候 你不是這樣 你說往去年嗎 他們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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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酷腰我嗎 酷腰 酷腰你 對啊 然後有球迷就問我 就想要我在Podcast講這些啊 然後說你看到 蘇維做這個時候 你心裡有什麼感想我 我說 沒什麼感想我就替他開心啊 其實你當做這個人 當下我在那邊笑 我覺得就是很簡單啊 就是你不要去管外界的聲音嘛 對啊 因為那些東西 老實說 如果就因為幾個球迷 或者說幾個言論 就能夠去影響你的話 那我覺得心裡素質也太差了 那真的不適合當運動員 對啊 那看來我要把我心裡素質 再提高一點 沒有啦 我就真的覺得就是做好你這個事情就好了 因為別人想幹嘛 那是他的自由嘛 對啊 那你會覺得 就是聯盟給你這個15場的競賽會太重嗎 還是你覺得 其實你就都無所謂都OK 我知道一定會有懲處 對 但15場PEN出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15場 你那個時候 你那個時候跟我說 你覺得你應該不會被競賽 不是 過去我們一直在討論說 如果 因為我們知道聯盟的規章制度嘛 對 因為那時候 過去工會都一直在跟聯盟去做很多的 討論什麼的 對 過去叫聯盟 現在叫協會 對吧 現在叫協會 對 然後我們就 就會想說 怎麼 離開賽也接近了 怎麼你都還沒有一個明確的 陳儲 陳儲或什麼 就是給球隊或給球員 嗯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應該沒事 沒有沒有 那時候一定有 但是我自己 我們 就是想了大概 八場十場 八場十場 對 但是後來出來的時候 15場 然後我第一 第一時間接到的時候 我就 15場 其實我就是 其實也沒什麼反應啊 對 真的沒什麼反應 因為 因為我過去 就是 打球的那個環境到現在 他們 就是關著門自己去討論什麼事情 結果出來了 然後 你想要再去上訴 反駁 我覺得 沒有意義 對啊 我覺得真的沒有意義 不會去做任何改變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既然他們決定15場 那就15場吧 OK 那你就把 這15場當做 給自己 好好重新調整啊 或者說 重新想一想 要怎麼出發這樣 OK 的時間 就好了 所以不會有 不會有 憤怒 或者說什麼 太多情緒 對 我覺得就是很平靜啊 對啊 那你這15場 因為你一直跟球隊練球 嗯 那你怎麼調整你的心態 跟 你不是最了解嗎 哈哈 沒有啊 那15場確實 因為我記得你有時候就很 很煩 就很受不了啊 對 就一直練一直練 然後沒辦法 對 因為你們比賽那時候 剛開賽你們都是打六日六日 嗯 然後 假設 一二三 禮拜一到禮拜三 強度是很強的 嗯 然後你會就是跟著大家一起練這樣 對抗啊什麼的 嗯 但是禮拜四他們就開始要 往下調 要調整了 嗯 禮拜四也還好 但到禮拜五的時候就完全不想 不想去球場 嗯 沒強度 哈哈哈哈 不是他們就是 開始要做一些scout的東西嘛 嗯 然後去基本投籃嘛 嗯 然後就想說 第一週這樣 第二週也這樣 第三週也這樣 到第三週的時候 我 我直接跟媽媽說 啊我好想請假 嗯 他說你怎麼了 我說有點厭倦 我現在不想看到球 嗯 我也不想進來球場 啊 他就說 好啊那你要你要請假 你要請幾點 我說給我五天 哈哈 他說五天你要去哪裡 我說你不要光我 哈哈 哈哈哈 然後後來我就 後來也沒有真的真的請到五天啊 嗯 我就可能 他都一直在啊 對練樂修衣這種 哦 就稍微調整一下自己的心態 因為那時候 自己在競賽 嗯 但球隊啊 還是要按 還是要按照他們的步驟去走 行程走 對啊 所以你也不可能 因為你一個人的事情去影響到球隊 啊他們比賽的時候 那時候比賽的時候 你會到現場嗎 沒有沒有 你不會到現場 對 那時候我們就 談了一些合約內容嘛 嗯 因為想說 剛開賽也不要去影響 所以那個時候 競賽出來的時候 你就去微調 對 去微調合約內容 對 就是說不要 盡量不要影響 對啊 也是啦 如果在現場的話 跟大家的家庭 球員會有點失焦 對啊 一定會爆 因為你們那麼了解台灣媒體 哇 太了解 了解了解 沒事沒事沒事 沒事沒事 對啊 所以就不要影響 球隊跟其他球員 對啊 對啊 OK 然後 最後一段就是聊到今年 然後我們當然找我哥來 然後我們的洋將的比較完整 嗯 那你覺得我們今年的現在狀況 跟你對我們的球隊的期待 嗯 是什麼 嗯 會蠻興奮的啦 就是 因為 第一個 老外比較完整 然後會有很多的組合變化 然後再來就是 蘇豪來的 那蘇豪 他的能力或什麼 他也不用去多說什麼嘛 然後 只是 可能大家會擔心說 喔 組合上面 會不會可能說 默契不夠 或者說 打法不夠 或者什麼這樣 之類的 巧不夠 你可以這邊跟大家透露一下 就是到時候你們全員到齊的先發陣容 會是怎麼樣 就是你想像中的先發陣容 我嗎 對 我覺得他們現在 前面 基本 不太會去動啦 敏哥你不要講柯桃話 真的真的 不太會去動 真的不會去動 對 所以禮拜天你不會在先發的名單上面 你的意思是這樣子 還是你會先發 應該說在我 確定回到球隊的時候 那時候談的時候是 有跟佳英談 然後也有跟就是跟球團談 就是 他們還是希望就是說可能我 因為剛回來嘛 然後就慢慢來 可能先從 替補出發 然後去幫助球隊 然後再看你的狀況 微調幹嘛 然後 後面再看對戰的組合這樣 對啊 但是我是有跟他們講說 反正 這種東西我也 就是不在意嘛 就是你要 讓我從先發或者替補出發 我覺得我一點都不在意 對 重點是球隊贏球嘛 對 然後重點 再加上說大家 可能整個整合起來的化學效應怎麼樣 再去做調整就好 所以我覺得 先發替補對我來說 沒有那麼那個 所以你東操的時候也是板戰出發 對啊 對 東操也是板戰出發 因為東操我沒看你們比賽 連我們的比賽也沒看 東操很難找到吧 因為你要 不是要付錢看 對 對啊 沒有你那個啊 電視可以啊 電視上面有 好像有嗎 喔 韋來啦 韋來怎麼 那還好 還好中間有東操比賽 可以讓我上去跑一跑什麼 對啊 那個時候 對 那個時候我說你那個禮拜很興奮 很興奮 不是 12月底打完 那時候他們不是打 在主場打最後一週那個跨年嗎 打完之後然後下禮拜練球 他們就一直講 你在興奮什麼 因為剛好那個 1月的賽程其實對我蠻好的 至少一週有一場球賽 對 還有啊 然後我們下禮拜去日本 然後下禮拜去韓國 對啊 所以就是1月份的賽程對我還蠻有力的 嗯 就是我可以一直都都參與到 然後也可以跟球隊比賽這樣 如果那個時候沒有東操比賽的話 我看你應該要悶到自己出去 打那種外面的比賽會不會 哈哈哈 我現在敲瞎的 哈哈哈 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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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文員杯啊 什麼的 還是要以室內的那個球場為主了 還是要把握自己 對 把握自己 對 那時候真的就是 哦沒有比賽就整個心情啊什麼 就覺得 哦我到底在幹嘛 嗯 就是說你前面都一直跟著球隊也是很努力練球 嗯 然後只要你到禮拜四之後 四五六日 嗯 你會覺得你人生是黑暗的你知道嗎 哈哈哈 就是說 哦不知道要幹嘛 想要練習 你就只能跟訓練失戀 嗯 對 就是沒辦法跟他們 因為球隊在比賽 OK 那我就這禮拜 就是你們對鋼鐵人比賽我準時鬆看 我來看你有多興奮 呵呵呵 興奮起來 所以也可以期待一下 就像剛剛明哥講 他有可能先發 也有可能從板凳出發 嗯 目前還是未知 明哥這個人捉謀不定 他現在說我從板凳出發都OK 是我捉謀不定還是我的 你捉謀不定 到時候結果是 5號 欸你是5號6號 6號 喔6號 6號 楊敬明 哇靠明哥 你有說板凳出發嗎 先發喔 這個不是我能決定的 是的 對因為教練他們安排 是是是 就剛才蘇維講到 就是 嗯 就是我 我會蠻興奮跟 跟蘇阿一直在場上打 嗯 因為我們現在真正 一起打球 的時間 還有練球 在一起練球時間 其實沒有那麼 因為你們練球你們兩個不會同隊嗎 對 嗯 我跟他從來沒有同隊 我到現在好像也沒跟你同隊 沒有 嗯 我就是 前陣子啦 因為沒有辦法跟球隊 還沒有辦法比賽 然後那陣子就是 可能都是 第三陣容 然後或者就是 scalting的那個 做對方的戰術這樣 然後就是 當然前面也是正常訓練 就會有一些對抗啊什麼的 反正就過一陣子 我明明就過四天之後 我就要打東超 奇怪我看我隊友怎麼還是這些 我就有點氣 你知道 有一天我就超生氣 我說拍這什麼東西啊 你到底會不會去打東超啊 我說 我打東超 這些人也不會跟我打 什麼 然後他就說 那明明你到底想什麼 我說那你至少配個Q 配個四軒 小胖給我吧 我說至少這些人會跟我打東超吧 對 明哥你剛剛不是才說 你不會去要求這些嗎 不是啦 我說就是配合嘛 配合 因為平常那時候 我也很少跟他們同一隊 OK 我就跟他們那幾個 胖胖什麼 今天才好笑 今天練球 我們做 前面做空手投籃 三個人空手戰術投籃 然後結束之後 就三對三半場live 胖胖幫我擋了 我都還沒過到 他就先把我撞開了 我球就掉了 胖胖就看著我這樣 然後我也不說話 我就說好防守 胖胖沒辦法 他那個太粗了 上次我們主場的時候 他把那個傑哥頂到一個飛出去 還沒有吹犯規 對 那胖胖沒辦法 他那個 寬度 寬度 傑哥可能想要罵他 但真不知道要罵什麼 沒事我在下面幫傑哥罵 胖胖 然後胖胖在場上 給我調皮在那邊笑 沒事啦 你要回來了 等你很久了 好懷念跟你們一起打氣 請那個球迷期待 是禮拜天 沒有 可是我們出的時候 他已經會打了 OKOKOK 是啊 OK 你們看到這個的時候 他已經會打一場了 OK 那我們今天就差不多 就是謝謝大家收看我們這個episode 然後謝謝敏哥 可以播放 來我們的podcast 讓我們聊聊 就是你一些籃球的生涯 還有心路路程 然後特別是你在競賽的這段時間 也可以就是露臉 然後讓球迷知道你最近的境況 然後也更了解你這樣 好的 可以嗎 可以 是 你沒辦法太晚贏路 但是你之後如果想要看掉的話 你也是還可以講 雖然說我不一定會聽 不會 沒有 我們真的很謝謝你來 對啊 那我們這一集就到這邊結束了 然後這是episode11 OK 謝謝大家 下次見 Thanks Bye 拜拜